北明有声 直奔江源小区而去 他穿过马路 来到了小区门口 任务要求 是凌晨两点开始 两栋大楼立在前面 周围黑乎乎的一片 看起来很是荒凉 成个自从搬家以后 还是第一次回到这里 记忆中的场景 早就变了样子 这么大一个小区 没有保安吗 小区大门半开着 旁边门卫的屋子 反而是贴了封条上了锁 成个再往里走 看见小道上 散落着各种船单 路边有两个路灯亮着 其中一个还忽明忽暗 闪个不停 成个仰头看去 左右两栋大楼 一栋看不见任何光亮 死气沉沉 另一栋楼底层 有零星的几乎亮着灯 梁台上挂着 没来的急收取的衣服 住有人 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为什么亮灯的房间 都集中在底层 江源小区的两栋大楼 都符合任务要求 安全起见 成个选择了 有人居住的那一栋 他抱着白猫 靠近大楼 看见楼道口旁边的墙壁上 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公告 有物业催促业主交费的 有业主联合投诉物业的 还有巡物启事和巡人启事夹杂在里面 管理很混乱 这里的开发商 劝劝跑路了吗 成哥进入楼梯间 楼道在左边 右边是电梯 他先按动电梯看看 在控制面板上果然找不到代表十四层的案件 十三层上面就直接是十五层 成哥确定了楼层数以后 进入楼道 他看着眼前的楼梯 每层二十六级台阶 十三级台阶是一段 中间有一个转折的地方 台阶高度大概是 他重复地试了几次 让自己的腿习惯了台阶高度 任务里特别要求 大楼必须要有地下室 没有第十四层 这两个因素也要考虑在内 成哥趴在楼梯拐角 朝地下看了一眼 地下有一层 应该没有住人 房门全部上锁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接着他又抬头朝着楼梯上方看去 一层又一层相互交错 仿佛通往天堂的阶梯 楼内只有一楼和四楼安装了的 没有任何声音 他仍旧亮着 说明不是声控道 成哥先闭上了眼睛 然后又睁开 闭上眼后 仍能感觉到光亮的变化 想要闭上眼一口气走到楼顶 难度非常大 这不仅需要胆量 更需要惊人的意志力才行 噩梦级别日常任务的难度 越来越高了 是不是因为 我正在慢慢接近真相 成哥不能携带猎鬼 只能从其他方面多做准备 他看了一眼时间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块黑布 任务要求不能睁眼 但没有说不能蒙眼 这样 应该能稍微降低一些难度 不透光的黑布可以让眼睛变得不那么敏感 不过就算蒙住眼睛 成哥也绝对不会在任务过程中偷偷睁眼 因为那些恐怖的东西很可能会钻到黑布里面 成哥摸了摸白猫的脑袋 将它放到了自己肩膀上 小祖宗 等会儿你就是我的眼睛 你可千万别乱跑 如果出现什么特别恐怖的东西 你也不用提醒我 除非他想要弄死咱俩的时候 你在抓我 咬我 明白吧 没有多少时间了 成哥也不管白猫有没有理解自己的话 让他老实待在自己肩膀上 然后拿出手机 在距离凌晨两点钟还有十秒的时候 他闭上了双眼 然后又把黑布记在了眼前 开始了 成哥闭上双眼后 世界陷入了一片漆黑 成哥扶着墙壁 迈出了第一步 闭上眼后 黑暗笼罩了一切 不过这种黑暗并非代表着绝望和孤独 而是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能够包容所有幻象的巨大泡沫里 记忆和现实如同梦境般纠缠 随着一步一步的向前 真实世界那坚固的外壳被打开 成哥现在有些理解 为何所有噩梦级别日常任务都要闭上双眼去完成 他要走进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他要看的是藏在现实世界背影里的执念 成哥心中莫属着台阶 扶着墙壁很快就走到了二楼 他的指尖能感受到墙壁上的灰尘 鼻子可以闻到淡淡的霉味 耳边回想着自己的脚步手 此时此刻 不可逾越的视觉障碍被隐去 世界变得有些不同了 白虎没有任何异常 说明暂时还没有遇到危险 一楼和四楼都安装用的 真正麻烦的是四成以上 蒙眼上楼对成哥来说不算太难 他脑中还能还原出楼道内的场景 身体也已经习惯了楼梯高度 现在需要去做的就是集中注意力 不要被任何东西干扰 慢慢地走到楼顶去 我现在应该是在二楼 成哥挪动脚步正要去三楼 忽然听见二楼走廊某一户里 喘出了激烈的争吵声 天天就知道喝酒 你们一家人 关过我和孩子的死活吗 从怀孕到现在 你们不闻不问 一句话都不说 每次检查都是我花自己的钱 还有 我真是受够你妈的脸色了 觉得委屈就鬼啊 要不是因为你们不锁门就出去 大宝也不会丢 你倒怪我了是吧 你半夜要走 我还怀着二宝 你的心是被狗吃了吗 别胡搅蛮缠 我再说一遍 那天是要去工作 楼层隔音效果其实不差 但那对夫妻争吵得很激烈 后面似乎还动起了手 大概十几秒后 成哥听见了开门声 有人从屋内走出 通过脚步声来判断 对方穿着皮鞋 应该是那个男的 争吵还在继续 男人嘴里一边骂着 一边重重地将门关上 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 一股浓重的酒味 逼近成哥 男人进入楼梯后 突然停止了叫骂 他似乎是被站在楼道里的 成哥吓了一跳 男人脚步声停顿了一会儿 然后朝着楼下走去 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周围重新恢复安静 但是酒味却并没有完全散去 这家伙喝了多少酒 成哥继续向上 他默数着台阶 在走到三楼的时候 他忽然觉得有点奇怪 怎么还能闻到一股酒味 如果那个男的已经离开 酒味应该完全散了才对 除非他在后面跟着我 成哥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画 自己茫眼走在前面 后面跟着一个心里扭曲 面目猙獰的罪悍 人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 确实会通过欺骗弱小 来获得快感 成哥没有转身 说对方是个坏人 那倒还好说 但就怕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我在来的路上听司机说 前段时间 这栋大楼刚闹出过人命 死者正是在喝醉酒以后 才说的是 所以跟在我身后的 也有可能不是人 成哥的鼻子 能够清楚地闻到一股酒味 但是耳朵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我才刚走到三楼 就遇到问题了 谢谢了 还要走十几层 恐惧本身可以克服 但难以克服的是未知 成哥现在就处于在一种 很纠结的情况当中 这个噩梦日常任务 比想象中的困难很多 现在他刚走到三楼 果断放弃任务 逃出去应该没问题 但再往上走的话 放弃任务的风险 会越来越大 噩梦级别日常任务 刷新概率非常低 如果这次放弃 下次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会再遇到